有几个企业主呢 他们是在应征人的时候 是有星座的选择哦 有几个星座 特别受到企业的青睐 白羊座 天秤座 狮子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见过 强硬的这个天秤 一点都不圆容 没有自信的狮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这很可能是 这些星座的人 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还没有遇到能够 发光发热的事业工作 所以咯 我们就从星座的特性来看 每个人从自己的太阳来检查起 你走对路了吗 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你能够把一件事情 做得非常深刻 你并不是走 全面涉略的路线 对固定星座的人来说 唯有兴趣才能让你 深深地埋在里面 而不会叫苦 固定星座 喜欢跟讨厌 非常的两极化 不喜欢的事情 怎么勉强你 都会做得很累 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 没有人催错你 你也会自己沉浸在其中 你可能过了好多年以后 发现这个固定星座 还在原来的职位上 很多固定星座 会在一个不死不活的位置 或不高不低的薪水 卡住很久 因此我常常觉得 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再来固定星座 我一定要提醒你 除了深耕 除了拿出你的专长 你还有一件事情是别人没有的 那就是你要发挥个人的魅力 固定星座是非常有奇特魅力的一组 这个奇特魅力是只有你有别人没有哦 同样的话或同样的影片 你来做就特别有味道 或人家就特别信赖你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天赋 比如说唐启阳老师 天仙 那固定星座的人 因为性格上比较自转星球一点 所以我们的确很适合这一种 可以独立完成 发挥独特魅力的行业种 只要你找到了足以自己的特色 你就不用去管前人的脚步如何 好好发挥你自己就对了 变动就是来一点创意吧 那就是双子 处女 射手 双鱼 变动星座 之所以叫变动就是你们不安于现状 相对于固定的禁止不动 你们更关注的是周遭的环境 这四个星座呢 在职场上也有不怕麻烦的特质 我常觉得他们是一人可以当两人用 手脚非常利落 而且性格非常好强 又很强势 不关他的事 他很可能也很好奇 也想参与 所以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他们动不动就越界 可是相对的也培养了他们 在这个职场上面 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开始变成全能型选手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变动星座是一个反应很快 对市场的这个风向的转变 嗅觉非常敏锐的星座 变动星座是一个非常容易不耐烦 或很容易转移焦点 很容易转移注意力的星座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学会了 他就很需要把注意力转到更有困难度 或更有挑战性的地方 善用他的好奇心 比如说平常在公司里面调动他的植物 这些都会让变动星座重新燃起 他对职场的热情 白羊 巨蟹 天平 摩羯 我们都知道开创星座有开创这两个字 很多人就会说 是不是要我们创业呀 当然不是 开创星座不一定会展现在创业这件事情上 通常会先展现在 你看别人不顺眼这件事情上 因为你们是属于很有个性的一群 开创星座一旦自己要上场打仗 就算之前没有打仗的经验 他们也会为了打赢胜仗 什么都会了 如果你能够交付一件事情 让一个开创星座去开发 不要管他太多 你不要被开创星座 稀奇古怪的想法吓到 给予他们这个空间 他们就会给你惊喜 我觉得开创星座欠缺的是一个目标 只要开创星座有了目标 你们十八般武艺就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开创星座也是我心目中 非常工作狂的一组哦 为了自己理想而工作的开创星座 我会非常担心你的身体健康 因为你会忘记休息 我觉得开创星座的人是有责任制的 没做好之前 他就算下班回家 他心心念念也还在那个工作 不如赶快解决他吧 但我很清楚 也有很多开创星座 你们是安于职场现状的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哦 因为你们的开创能量 很可能是摆在家庭上 你把大部分的能量都用在家里 以家庭生活为重的时候 职场很可能就不是你开创的主要僵场了 各位同学看完这支影片 我不能说你马上就能够在你现在的工作上 平步轻云再也没有问题或再也没有烦恼 你就在现在的位置上 而现在的工作要怎么样把你的性格强项放在这里 让它好好发挥呢 这才是目前你应该好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不要抱怨我好像呆错地方 而是要自问我在这个职位 有没有把能量好好的发挥 大家一起加油哦 我的苦心是在双鱼座 然后在地霸峰 你知道吗 羡慕嫉妒恨范小人这种事情 我经历的可多了 原因很简单啊 我太杰出才范小人 太确实了啦 我其实是想讲这个哦 薪水好低哦 交不到女朋友 光起床就很厌世 你做梦都想不到厌世 也跟占星有关哦 占星命盘当中有一颗星 叫做土星 它也是我们觉得很难突破的地方 但我们就来看看 你星盘当中的土星 跟厌世之间的关系 土星在处女座和在地流公 如果你有这两颗星 那我只能说请到你的老板 非常的幸运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负责 而且过度负责的人 你总是被一些小细节给困扰 觉得很多事情都要有规则 总是害怕得不到同事的肯定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那当然身体就会不好咯 身体健康也是你的另外一个 厌世的原因 因此我会很希望 这个土星让你成为养生狂 接下来是土星在射手和九宫的人了 九宫和射手是土星最好的位置 你们喜欢眼见为凭 算是人生的科学家 很多事情也要求书本上有说的 或者是已经发生了 你们才会愿意相信 因此稍微有一点一感一眼 有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 你应该让自己再自由一些些 因为你们很怕失控嘛 老师你为什么九宫和射手 是土星的好位置 我刚刚顺口一说 你们都注意到了吗 九宫射手是很容易 自大自满膨胀的一个区块 那由土星来镇压 这个人可能就会谦卑一点 就会表现得刚刚好嘛 接下来就是土星摩羯 跟土星石宫的人了 首先这样的人自己本身就很自律 你们厌世的点就是 为什么我的工作永远都做不完 老板的要求总是特别的高 但是在高标准的要求下 你也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水准 你以后会是人生胜利组 所以不用担心 接下来就是土星 在他的弱势位了 那就是巨蟹或者是四宫 你们的厌世感呢 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 因为它可能来自你的童年经验 你的出身家庭 你跟家人的关系 它就是你厌世的原因 很可能家人对你很冷漠 或者甚至你就像孤儿一样的成长 对于被爱这件事情 你不敢奢望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 如何累积真正的自信 靠自己来栽培自己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基地 这样子你就能够把幸福感 再度地找回来 接下来就是土星在双鱼 或者是在神尔宫的人了 你身上飘散着一种流浪者的气息 有一些人不见得是流浪者 他甚至会觉得自己的人生 怀才不遇啦 怀气也没有那么好啦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会让你很厌世 但某种程度你就知道 这是命运给你的一个功课 当你觉得运气不是很好 疑惑是觉得占不到便宜 那我就多努力一点 多赚点钱 有时候最后的赢家反而是你哦 土星在白羊跟一宫的人 你们常常问 为什么我要生在这个世界上 总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 一直在找一个主题叫 我是谁 我要往哪里去 你的厌世感 是别人没有办法劝你的 你必须靠着自己 不断不断地成长 不断不断地累积 才能够让你慢慢地靠着 哎 我好像做得还不错 哦 原来有这么多人肯定我 而感到不厌世 而且你真的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不好 你把自己弄得那么的严肃 那么的硬 其实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很紧张哦 再来是土星在金牛跟二宫的人了 我们都知道金牛跟二宫就是钱咯 所以一谈到钱头就很痛 比如说这一生当中 你可能都在超支 都在超支 都在超支 或者是你很害怕超支 除了这个很实际的问题以外 你们也很可能有抽象的烦恼 那叫做被看扁的恐惧 从小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好好栽培 如果可以怎么样 我会更好 所以你很可能会自我挖掘出你的能量 或者是会省出一片天 日后反而变成别人 心目当中非常有能力的人哦 接下来是土星在狮子座 和在第五宫的人了 你们应该是非常害怕 自己成为一个太独特的人 所以拼命地在掩盖自己的特色 求回求之就很像在演一个角色一样 慢慢地失去了自我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找出自己的个性 而且成年以后 也许子女的问题也很可能会让你很厌世 他们是独立的课题 并不是你的错哦 土星在双子座和三宫的人 你们一定会有 表字发音表达上的困扰 亦或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 一想到要跟人相处就很厌世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我说话 就是没有办法很流畅呢 可是因为有这些困难 所以你反而会做足了前期的功课 像你们这样的性格 说话要求非常地理性 也会给人家严肃的感觉 反而会让人家对你有信任感 接下来就是土星在天平跟奇功了 各位都知道 这是一个所谓的敌对关系 或者是婚姻关系的宫位哦 所以很容易觉得别人对你很不友善 或对你很冷漠 你的厌世就是 为什么别人要这样对我 其实你很害怕亲密 你也会有一个障碍不知道如何在两人关系里面 跨出去那一步 你在选择伴侣方面 你也会倾向选择安全一点的 而不是你最爱的那一个 所以在人际关系方面 我觉得是日久见人心 久了人家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所以请你不要太焦虑哦 接下来就是土星天蝎 跟八宫的人了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宫位哦 首先第一 跟伴侣的金钱有点纠缠不清 所以如果你跟别人有合作关系 钱的部分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 不然它会成为你日后很厌世的原因 第二 你很可能很容易招来别人的羡慕嫉妒恨 所以如果你表现出色 有时候就会有点犯小人哦 怎么样压抑自己 风头不要太过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你很可能也有亲密关系障碍 怎么样跟一个人融合在一起 你又不会觉得失去自我 这很可能是终身都要学习的课题 接下来是土星水瓶跟土星十一宫的人了 这一组人最厌世的原因呢 就是觉得跟周遭格格不入哦 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 也会让你觉得很厌世 你们还是少看社会版为妙哦 而且这一组的人很难交朋友耶 因为志同道合不容易不简单 亦或是好不容易加入了某个团体 你很可能是当中最劳累最辛苦的人 不过这相对的也代表 大家很相信你的人品 你是能者夺劳 所以请不要厌世哦 听完了你的土星以后 你作何感想呢 我希望的是你不要再厌世了 因为这个就是很公平 每个人都会有的功课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哦 土星虽然是我们早年最辛苦 最厌世的地方 但是也是我们晚年最有成就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个问题 所以你会努力处理这个问题 并且最后你成为专家 下个主题见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